我們第一屆去辦人才高峰會都是成功的 實際上來的人才都是來自世界各地都有 當然內地朋友會多一些 主要就是大家比較交通便利一些 但是實際上我們各類型的人才都有來到的 而且很多如果他不是說可以現場來到香港 他在線上都有登記的 所以大家都要謹記 現場有1200人 在線上有2500人 我們預計這兩天 加上展覽的話應該有超過7000人次 會是參與今次的首次的全球人才高峰會 還有有關的展覽 我們總共請了超過20位來自世界各地 也包括內地的商界、政界和學界的精英 喬楚和專家學者為我們作不同類型的演講 另外通過今次的博覽 我們有約會100位參與的機構 最後就為來香港的人才展示各類型的支援 這個無論是就業、居住、教育 一系列要他們融入香港的地方 都通通可以通過今日的博覽 可以拿到他們所需的資訊 接下來有幾個重點要去的 一個就是面向東南亞 在我們周邊地區吸引更多人才來港 另外我們會去歐洲做大做強 香港就是人才高地的角色 我們會去歐洲做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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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的 我們會在你的台 education правильно做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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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擅den